第十六章 王后清残 储君捷报平传 狄奇也攻下曾浅 世山 故将三城将威远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半根鸟羽都飞不进去 是重兵围城之计 陆毅攻下翠碧城 她是个有心人 翠碧城特产美玉 随战报现了一箱玉器来 这箱玉器架直连城 隐隐泛着宝光 必然不全是翠碧城所产 是陆毅抄了四大名阀的商铺着人仔细挑出来的上上品 岩法谷跟逛地摊似的蹲在箱子前 拿浮尘一戳一戳 对着个紫玉葫芦感叹 好 好东西 装完要正好 然后又去戳碧玉算盘 惊呼 此不是算命宝气闲 众将给她斗得直乐 顾列勾着唇角 也走到箱前 看了看 指着个女士的玉簪子 问岩法谷 这也有修道的用处 这虽没有修道的用处 岩法谷绷着的一本正经的面孔 拖长了腔调勾人兴趣 才继续道 可谁没个亲戚朋友红白喜事 平道也不能免俗 主公日后大婚 平道还能不攒一两件家底 准备着水里摸 此话一出 众将哄笑起来 也愈着看顾列 想看主公的腼腆模样 顾列怎可能让他们得逞 更何况本就心如止水 当即对着岩法谷祈道 这意思是 我大婚之时 你准备拿我赏的玉器回过头给我水里 岩法谷 你小气也该小气地隐晦些吧 嗨 岩法谷在嘲笑声中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 脸皮厚得堪比城墙 两手一摊 自雷自夸 平道做人就是这么赤下画线条条 坦荡荡 不遮不掩 江阳装着眼嘴 打住 你这话好厚的皮 消化不动 反上来了 他们闹够了 顾列从箱子里勾了块红绳穿的小玉佩出来 对江阳道 给北河留一份 你们分了吧 那敌小哥 江阳提醒 顾列手一松 放出一半红绳 玉佩现在众人眼中 他又没了 还想分好东西 给他留这个小玩意 紧够了 江阳一看 是片姗姗可爱的翡翠桑叶 约是女子半个手掌大小 闭色剔透 叶脉叼得栩栩如生 对侧打孔 可配可计 挂在腰间或是装饰屋子都挺好 司机敌小哥送的春残 江阳明白主公这是头套暴力 就莫多话 音声答应下来 其余将领不知前情 只当主公有意斗敌小哥玩笑 笑过也就罢了 倒是研发谷看他那桑叶 手指粘来算去 嘴里嘖嘖有声 不知在苦恼什么 插曲过了 接着议事 丰族骑兵在雍州议事凯歌高奏 加上储君在青州连下四成 把柳岩两家打得是挤火攻心 尤其是颜家 在雍州战场 折损了两名嫡系子孙 丧报传到颜家 把当家之主 颜家老太爷弃没了 储君密探 趁机将柳家与维避臣 私下往来的风放出去 挑起颜家对柳家和维避臣的不满 又挑动老将玄冥 上书燕朝皇帝 请求出兵抗风 不出顾列预料 维避臣不见颜家 并以宝皇为第一要无为由 不许玄冥出兵雍州 如此 颜家开始试探接触楚人 意到此处 江阳不解 询问顾列 主公为何笃定维避臣 不会派玄冥往雍州 帝党虽九位四大名阀所苦 夹奉求生 可四大名阀到底还是燕朝势力 他放任风阻打雍州 岂不是与虎谋皮 顾列前世 也看不懂维避臣此人 说他忠心 一笔笔摊开来 那确实是无比忠心 维避臣在燕朝先帝暴力无度之时 尽力稳住江山 在先帝死后 力争太子继位 随后作为帝党 周旋于外敌内奂之间 以一人之力护烟数载 最后殉国而死 谁敢说他 唯避臣不忠心 可假若唯避臣真的是忠臣 而且是能够以死殉国的 铁骨铮铮的大忠臣 在顾列看来 却疑点重重 其一 燕朝先帝中年后日渐暴力 他唯避臣当时就已经高居丞相之位 为何一声不吭 从来不劝不见 以处顾九族的令状上 可盖有他唯避臣的丞相观音 其二 若说其一是迫于刑事 为了燕朝大忌不得不忍耐 那么在先帝死后 为什么极力扶植百无一用的太子继位 其三 若说其二是尊崇敌偿正统 那又为何把文人皇帝养在身宫 任他写辞做父 不教导他卫君处事 反而自己大权独揽 其四 若说其三是危局之下不得不卫 那又为何为了遏制四大名阀 放任丰祖铁骑踏河山 所以 唯避臣此人 前世顾列一直无法理解 无关大楚的人事物 顾列从不急急于心 唯避臣生死 顾列忙着立处 自然将此人抛之脑后 直到后来 某次赏花饮宴 有文士标心立意 给唯避臣写了首祭词 大赞唯避臣迅伯的气节 顾列神色不动 自有敬畏 把那文士赶出去 那时 狄奇也被告与丰祖首领私下往来 顾列居把他在宫中 二人同城回宫 路上 顾列莫忍住问狄奇也 定国侯如何看为避臣此人 狄奇也白眼一番 给了四个字 大监四中 于是 顾列就更不明白了 倒不是说顾列那么在意 为避臣此人 为何是大监四中 正相反 狄奇也这么一答 这题目本身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待人清如水的狄奇也 居然如此厌恶为避臣 他二人素未谋面 更不曾战场交锋 是什么让狄奇也 如此厌恶为避臣 前世顾列 一直就没想明白 虽然现在也莫明白 但今日在想起狄奇也的回答 不论狄奇也 光说这个答案本身 顾列倒品出些意思 顾列对江阳说 有人曾对我评价为避臣 言其大监四中 这江阳沉阴片刻 谨慎地回复 不无可能 这也告一段落 由将领提出 狄奇也以百姓位置 迫使世山守军出战 有损大义 非君子所谓 更要紧的是 损伤储君的名声 顾列一思索 让江阳写张网榜贴出去 众将听主公口述 莫等江阳笔录完毕 那做了出头鸟的将领 已是面如死灰 四大名阀内获三州 使青州百姓饱受战苦 狄奇也将军奉楚王命令 搅除名阀势力 就青州百姓于水火 青州百姓改念狄将军 竟纷纷转头我军 为狄将军身先士卒 此等大义 可遵可探 如此这般将青州百姓 表扬了一通 还鼓励剩下的三州百姓 甚至北燕百姓 一起争荡燕间 我储君昭贤那时 无问出身 就连研发股都在心内感慨 主公这王榜 简直是厚颜无耻 钱得漂亮 最后博乐敖哥 请求出战秦州的奏报 再无他事 顾列便令众人散了 江阳留到最后 秉道 主公 中州顾家 托请了不少人 提议在大军回楚时 举办盛会 似乎是想向主公 敬献美人 知道了 顾列轻轻摆手 江阳只得顺意告退 江阳忧心忡忡 出了议事厅 被埋伏已久的 炎发股 逮了个正主 干什么 江阳奋力把假道士 从自己身上撕下来 炎发股勾着江阳到僻静处 才把它放开 喜滋滋道 平道算准了 主公红鸾心动 是桃花之兆 没想到江阳闻言 不惜反忧 你瞎算什么 炎发股不服气了 一一说来 今日分育 主公一眼就挑中了 那块玉桑叶 桑叶是做什么的 养残也 所谓天子清庚 以供资胜 王后清残 以供祭福 王后清残是古礼 这不就是预兆 我金楚即将迎来王后 所以 平道掐指一算 冥冥中现有异象 只建议红衣公主 御驾青鸾 如烈火焚也 偏偏落于七凤台 正是红鸾心动之兆 炎发股得意的 一直远处的凤凰山 对江阳闲百道 公主娘娘的道场 就在那呢 红鸾心动的传说 你不会莫听过吧 江阳笑了 江阳靠近炎发股 神秘道 你说这些 我想到一个人 他送了主公一条春蚕 实不相瞒 主公那块桑叶玉佩 其实也是送给他的 研发股眉飞色舞 你还挤兑频道 频道的挂果然是准 不知这位仙女 是哪家小姐 江阳招呼她 傅儿过来 这仙女姓迪 好姓 明其也 好 啊